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听听看 我觉得这个对于两岸交流是很正面的讯息 两岸同属中华民族 刚刚不小心又讲了 先讲成了中华民国 那我们看到昨天这个其实 等于说马席适隔九年再次相会 两个人这个历史性的一刻 就非常多的媒体拍下这一幕 我们直接来看看这个两个人相识之后 两人脸上都是堆满着笑容 画满着笑容 习近平跟马英九的握手 这16秒钟非常的关键 那现在也可以看出来 这个两人的互动非常的好 习近平甚至也是跟这个马英九表示说你好 然后那个马英九也是这个略带惊讶说 你都没有变 所以两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一刻 九年之后再次相会 那除了两人再次会面 让大家要对比一下2015年 其实人家发现 这好像两个人的领带颜色 也都是有挑选过的 2015年当时也同样是一蓝一红 那这一回的碰面 同样也是这样的一个领带配色 感觉双方的幕僚也都是先有沟通过的 那除了习近平之外 还包含了蔡奇 王沪宁 宋涛 潘长贤 也都有出席 所以连大陆的一些这个网友都讲说 哇 这次的阵仗就接见这个马英九的阵仗是非常高的 那再来看看这个马英九 这重现历史之沃之后呢 双方也各自有所发言 那马英九也提到了 现在这个九二共识各自表述的立场 好 我们来听一下 中华民国 中华民族过去激历了百年巨褥 最近三十年在两岸中国人民之下 一步一步迈向共同振兴中华斯陆 虽然两岸在不同的指向发展 但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都是联网责 两岸在1992年大臣 各自以口读方式表述 海峡两岸均坚持 又中国原则的共识 后来两岸应该以确保人民扶植 以最大的目标 坚持着共识反对台语 求同诚意 可持真意 共同追求和民发展 好 所以他有提到了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的同属中华民族 但是他到底中华民族之前提到的中华民国 是口误呢 还是刻意为之呢 因为很多人现在也在讨论说 到底是不是口误 其实有些人讲说 以马英九的个性 应该是不至于说 要突袭式的讲一下中华民国 其实在讲的内容上面 应该也都是双方幕僚 也都会先进行沟通 那我们看到莱茵的委员 大家解析 他说马英九其实呢 他在习近平面前 讲到了中华民国 其实是要彰显出一中各表 这样的一个氛围 那其实大家现在看待这个中国大陆 就像是这个钟明轩所讲的 并不像绿媒口中所说的 中国大陆现在其实 现在是一种大国的自信 对于你要提到什么中华民国 或者是你提到一些国民党如何 甚至这一次马英九去长城的时候 还戴着KMT的帽子 都展现了非常大的一个包容 只要你认为这个两岸同属中华民族 只要不要分裂国家 什么事情都是有这个包容弹性 可以很好谈的 所以你看其实很多大陆的一些戏剧里面 国宝旗旅还有八百里面 其实也都出现中华民国的国旗 大陆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个样子 也不像是绿媒描述的 你去到那个地方 什么钟明轩在海关就要被抓起来 并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现在慢慢开始 借由一次又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沟通 或者是大家这样子的一个交流 大家反而更一点一滴的 更认识了中国大陆 并非绿媒口中所言 那再来我们看看习近平也提到 他说海峡的距离是阻隔不断 两岸同胞的骨肉亲情 坚决反对台独 这个两岸同胞要坚决反对 这个台独的分裂活动 以及外部势力的干涉 来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关键就是体现一个中国的原则的九二共识 而且也对于花莲 最近这个地震遇难的同胞表示哀悼 那他也释放了一些善意 就是说乐见大陆民众多去祖国宝岛看一看 他说中华民族长远发展 要把握这个两岸关系大局 只要不分裂国家两岸同胞 完全可以坐下来谈 就是家里人的事情 先接触交流起来 其实是展现出这个 很温暖善意的一个讯号 而且讲说乐见大陆民众 多去祖国宝岛看看 那当然台湾很多旅游业者 昨天听完这一番话 也非常非常的期盼 那球就丢给了这个赖清德了 习近平都开口了 赖清德你的回应又是如何呢 因为其实现在六月份 开始要断掉这一个团客的 就是我们这个 我们台湾这边 陆委会这边 还有交通部这边 感觉现在还没有要释放 这相关的消息 习近平球都抛出来 赖清德怎么回应 再来 马英九重提一中各表 还讲说 两岸开战是不可承受之重 特别引用了鲁迅的这一番话 如果两岸发生战火 其实对中华民族是不可承受之重 那后来两个人也在会后 也被媒体直击到了 所以马英九还微熏的回了饭店 那习近平钓鱼台国宾馆呢 也设宴 然后也还跟马英九讲说 欢迎以后常常来 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交流 也让很多就是台湾的这个 等于说希望两岸多交流的民众 像吃了一颗定心丸 感觉看到非常友善的一个讯号 那再来我们来对比一下 赖清德到底要不要回应呢 因为很多工商团体也发出了呼吁 就说希望陆方 是不是可以延长ECFA的期限 因为很多人很担心 这个赖清德一上台之后 是不是ECFA就会被断掉 那人家讲说 现在马英九这样的去交流 其实他的身份就是 在野党的前主席 就算是一个民间人士 最后还是要看你赖清德的态度如何 只是说赖清德最近出的几张牌 都让人家感觉到 好像不是一个和平的讯号 好像是有一点主战的讯号 因为看到了顾立雄接国防部长 前委员这个郑立文就讲说 这只有一个任务 感觉上面就是为着 这个军购而安排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 这一次罗森伯格跟韩国瑜 谈的同样也是军购预算 所以国防部长未来就是一个任务 就是要通过这些军购预算 可是如果找这样的一个律师角色 担任国防部长 这不是没有潜力 潜力发生在哪里 乌克兰 乌克兰他当时的国防部长 也就是在战争开战期间 他2021上任的 那这个2022年的2月份的时候 俄乌战争就开始 这一位呢也就是 泽伦斯基很信任的左右手 他其实本身也是这个律师背景 后来去担任国防部长的 那难道台湾会不会 这个我们也不是很乐见 这样的状况发生在台湾 重演 我们来问一下巧兴怎么看呢 我们先讲一下马前总统 这次到这个中国大陆的访问 那我个人觉得是他有 守住中华民国的这个主权 而且呢也开创了 让国人知道 两岸是可以和平相处的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过去在台湾 民进党呢 他整个一党独大的过程 他怎么欺骗台湾民众的 他就讲说这个中国大陆很可怕 高铁椅子也都没靠背 往舊王益川讲的 不知道他们现在到底知不知道 高铁椅子上有靠背了没有 然后呢他们就一直骗大家说呢 他看到每个国民党的都问 你敢不敢在中国大陆讲中华民国 不敢就是中华民国也不存在 就类似这种说法 结果马英九去访论大陆的时候讲啦 讲中华民国 然后呢他们还是气不过 那就继续讲说 那马英九敢不敢在习近平面前讲中华民国 他还是讲啦 那请问他都讲了那民进党呢 你连去都不敢去 所以我也觉得在这两岸交流上面 明明就是高下立判 但是呢这个民进党还可以 就是讲得理直气壮 这是他们蛮厉害的一点 那但是我们要讲的是 对 我们希望传达和平跟稳定的讯号 给世界各国 可是赖清德准备了什么 我先前讲过嘛 罗森伯格来台湾包含是他 对于军购预算他心心念念 那所以他拜访各党各派的原因是因为 他知道现在的新国会跟过去 担押民进党已经变得不一样了 也就是如果美国在外交上面 无法取得国民党民众党 在野党的共同支持 那不好意思 这个军购预算可能非常的危险 尤其是里面很多猫腻的时候 在野党本来就会很认真去做审查 不能再像以前这样子 民进党用投票表决的方式 爱怎么放水怎么放水 没办法了 所以罗森伯格他是希望能够建立 跟国民党有直接的对话管道 那再来呢 他认为520的这个赖清德的讲稿非常重要 他说他的说法比较像是说 如果他可以 赖清德可以在520的演讲里面 就比较中立一点 那或许不会造成中国大陆的误判 那什么叫中国大陆的误判 刘美芳讲这句话 意思就是不要动武 不要用经济封锁 武力封锁 让双边的冲突变得更严重 那罗森伯格心心念念想做这件事情 可是那赖清德呢 他所释放出给中国大陆的讯号是什么 我们可以看这一次他所有的用人 几乎都是老绿独男 几乎是这样 顾力雄 吴钊燮都仍然在嘛 只是大风吹而已嘛 还是这一群人 而且还把顾力雄 这样子这么台独色彩鲜明的人 放在国防部长的位置上面 我们先不论在军队的管理上面 他作为一个文人 他能够做到什么程度 那我们就问 你今天放顾力雄在这 不就是希望能够去强度 在国会的审查里面 预算的官商嘛 那想要编什么 我直接告诉大家 我认为就是先前被登在头条的 第二到第八艘的浅舰 因为他们想要做一次性的预算编列 可是这个没有道理嘛 今天我们没有要反对浅舰国照 可是你是不是第一艘要先下水成功 你才编第二艘 第二艘测试下水成功 你再编第三艘 你怎么能在第一艘下水 都还没有测试的时候 就跟我编第二艘到第八艘 两千多亿的预算 立法委员当然不能同意这件事情 所以我认为不只是顾力雄 赖清德还传出说要用 曾经德担任工程会主委 他是一个被弹劾的人 你就把你南部那些老日男 全部装到总统府 全部装到行政院 这样子的人事安排 你传递出去给世界各国看 看到什么 看到赌啊 他们在所有人的共同元素上面 就是赌一个字 所以已经有一个台独总统了 现在还在提一个台独部长 那请问对于两岸关系 你们觉得会变得更好 还是变得更差呢 未来如果真的顾力雄担任国防部长 想必跟巧新的这个委员会 会有很多正面交锋的机会 希望巧新能够好好为大家 这个来把关一下 好 那请接着我们来问一下 惠仁哥 我不太理解这个消息是哪里的 因为罗森伯格跟韩院长见面 那天是花莲的大地震 那这个现场也有其他的立委 这个一起接见 他会当面去谈军购吗 这个我也 他是在那个跟国民党见面的时候 对 我想说跟韩院长 不是韩院长 对 这个应该有相当的落差 那这个 其实大家都被赖清德误导了 包括在之前赖清德在当立委的时候 其实国民党当时有党潜见 他是一个包裹的预算 那后来我们潜见国照立案 立案的总统是马英雄 不是陈水扁 不是蔡英文 那不是我们不跟美国卖潜见 是美国不卖我们 很多人这个逻辑一直搞不清楚 我也很无奈 一直说国民党 其实国民党跟美国的关系 国民党跟这些军火商的关系 也很密切 大家到底在哪有人在挡这个东西 谁挡 你看尹清风是怎么死的 哪有人会去那么皮带 党军够 所以我觉得讨论这东西很奇怪 刚刚提到这个 马前总统的这个回来 因为接下来要去接力的是连胜文 有海峡论坛跟青年论坛 有连胜文带队出发 还要跟大家去做那些 交流跟互动 但连胜文去的话 他能够见到谁 当然也要看他爸爸的 这个避孕还剩多少 不过这个宅宣 我觉得像马总统这样子 风尘仆仆又从大陆 从北京再赶回来 观众朋友我们就这么观察 看这个新闻 就是马席二会的新闻的热度 跟他的影响 能够持续到什么时候 就你刚刚看在中正机场的 这个台湾机场的这个街机 国民党的立委去了几个 对不对 国民党的内部 当然我对乔欣是很有信心 可是像徐晓信这种的 认同马英九路线的国民党立委 其实是少数 国民党有52个立委 我昨天就跟那种说 我们来做民调 民调是对所有的民众说 你看马英九跟习近平 再度的会面 你觉得对两岸关系 这个民调是针对民众的 我是说国民党的52个立委 真的说大家大部分国民党立委 都认同马英九吗 是这样子吗 你看人家BBC的报导都觉得 侯友宜都对马英九的路线 很怀疑 这BBC写的不是我写的 对不对 人家外国媒体都这么认为的 所以这一个马英九的路线 如果这个2015年在新加坡 2024在北京这样的见面 只是为了见面而见面的话 其实翟宣我比较研判的是说 它就是一两天的新闻 即便对两岸关系的正面发展 是都有这个我都同意 我都承认 但是这个东西是能够获得验证吗 那要去验证马英九路线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马英九自己再出来选 那不然就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说 谁能够代表马英九的意志 马英九的概念 打着马英九的招牌 马英九的接班人 再次这在国民党的党主席 或甚至我们的这个县市长选举 我们的总统立委选举的时候 是这样的一股 你获得大家的认同 不然都知道你这个见面是什么 我们以前讲说 陆委会跟国台办是一轨 海基会跟海学会是二轨 那马英九跟习近平是什么轨 三轨还是什么轨 他那就是领导人层级的见面 但是你为了见面而见面 你要怎么去落实这些事情 而不是说你们两个就是 好久不见了老朋友什么的 那个对两岸实际的帮助是什么 所以马英九前总统回来之后 当然我是比较悲观 因为大家也都知道马英九的个性 他很在意说 你有没有把我那个 马英九的音有没有写对 你在意那个东西干什么 那到底有什么重要的呢 他很在意那些 他的细节什么 他马英九当过两任的总统 他的历史定位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包括2015 2024 跟习近平的两度见面 可是马英九的这个概念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总统立委选举里面 他是缺席的 他是不能上台的 那这个东西这样子 那这个部分我相信大陆对台的 这些部门都非常的清楚 但这个其实没有什么 这还是需要马英九把他的这个 这个概念跟他的想法 真正落实出来 那这样子马锡二会才有意义 好 汪哲 这个虽然马总统常在造势场 会有口误的情况 但我不觉得说这一次在这个 马锡二会上的那个 彼此的交言会有口误的情形 我认为就是一个彼此的默契 那我觉得坦白讲 因为这个彼此的默契 就是说一个中华民国 也各自表述的意思 就是我们觉得 可能很多台湾人觉得 马总统没有口误 那对岸的人觉得说 我必须要用个口误的词 来找个台阶下 就各自有各自不同的看法 就是一个中华民国 其实我觉得 我不觉得说马总统会在这种场合上口误 因为马锡会 过去我跑新闻的时候 马锡会是非常谨慎的 就你包括两位领导人要走的秒数 然后握手握哪只手 都其实都有严密的安排跟彩排过 当时大家还记得 当时马总统跟习近平握手的时候 马总统还挤开扣子 那时候被大家觉得说 是不是有点脱稿演出的情况 大家比较轻松一点 所以我不觉得说 马总统会在这么严肃的场合上 尤其马总统对两岸关系 是这么深思的一个情况之下 他会脱稿演出 我不觉得 我觉得这都是 可能都是大家有默契 然后有讲好的情况之下 那今天在桃園机场的内幕 我觉得可能就是口误 这个就有可能是口误了 可能是马总统讲太快 他后来马上更正 会有这样口误的情况 所以我不觉得说 在人民大会堂里面的东大厅 会有口误的情形 那话回来讲 我觉得其实现在赖心得 对赖心得来说 他其实也受到内外的压力 因为对内的时候会有经济的因素 经济因素你看 工商业的这些团体 都希望能够跟对岸 有所谓比较平和的来往 可是对外的时候 你可能要受到美国的一些因素 所以你在国防一些 相关的国安策略上面 你又不得不 所谓的菜归赖水 所以我觉得 其实赖心得大家观察 这一阵子的马锡二会 民进党的态度是非常低调 跟过去的来比方 民进党这次态度 他没有去深化所谓的 什么国民党 或是马英九来做一些 可能大家讲比较难听的 可能是捧共什么一些的说法 他比较没有在做这方面的琢磨 所以看得出来 赖心得在520之前 他是希望能够淡化 所谓的两岸关系 从马锡二会 然后再跟民进党的态度 就可以看得出来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忙回来